大家都好好把握一下 颱風來之前的好天氣 比方說在墾丁後壁湖海產間 其實人真的蠻多的 每一家店家的生意都蠻好 大家也玩得蠻嗨 那事實上店家週末開門做生意 躲過了颱風的影響 這商家們都送一口氣 玩水踏浪 墾丁海岸邊充滿夏日氛圍 原先擔憂嘛 挖颱風帶來風雨 可能會玩得不盡興 結果硬著頭皮南下碰上出太陽 這可讓大火玩得不亦樂乎 蠻幸運的 因為颱風影響 還沒有影響到這邊 還是都比浪靜 你看那麼多人都在下水玩過 蠻幸運的 塵上香蕉船 水上摩托車加速猛吹 業者說 不少遊客看著颱風訊息 打了退堂鼓 沒想到這週末反倒迎來好天氣 趁著發布海上颱風節目前 幸運玩片各項水上活動 反而想說颱風會進來 然後它竟然是藍天白 你剛才跑過來 現在這樣還可以算嗎 現在還可以啦 可能哪一輩子就不要說 這一點我可能哪輩子就比較薄 中午用餐時間一到 一輛又一輛的遊覽車還有轎車 不斷開進後壁湖停車場 海產街 兩旁店家 每一街的生意都是搶搶棍 今天還滿不錯都有排隊的 天雄嘛 可以救不救 後壁湖周邊海鮮餐廳伶俐 這裡以超高CP值生魚片聞名 激烈競爭下 更有業者推出這一盤數一數二十多片 鮪魚 黃金飛魚等每一塊都是厚切 竟然不到百元價格 因為我們就是產地 因為在從外國 你現在在過那邊 所以我們都是第一手的新鮮的漁獲 所以才會把那個價格壓低 搶在颱風外圍環流影響前 在國境之南墾丁 爽吃爽玩一波 但玩水之餘 馬挖颱風最新動態還是得多留意 天氣因素變化大 注意安全才能玩的盡興 記者屏東 綜合報導